哎呀 今天机会终于来了 正好碰到红龙蜈蚣在掐饭 这是为数不多 可以摸它的机会 先看看它在掐的是啥 这是一只蜗牛 阔鱼 半阔鱼 这个等会再说啊 先逗逗它的小触脚丸 哎 哎 它果然不愿意放开它的食物 那这就好办了 看 它的小触须 嗯 哎 很灵动啊 但是这个动作是非常危险的 大家千万不要模仿 因为被红龙蜈蚣咬一颗 是相当疼的 而且红龙蜈蚣是相当暴躁的一种蜈蚣 看它的小触须 为了不让我摸 整个都卷起来了 哎 打开 然后我们不动它的时候 它会慢慢的打开 哎 然后打开了之后 哎 我再来动 哎 又卷起来 哎 哎 哎 试试它的委屈啊 应该是一摸就 哎呦 果然 这红龙蜈蚣啊 就只能在特定的条件下 我们才能去稍微的逗一下它玩 其他时候它都是很暴躁的 你一摸可能会被它咬 这样看着好像这只红龙蜈蚣 还蛮大的 那量一下 这食指不好量 用中指量 嗯 大概是七八厘米 算是中等大小 这红龙蜈蚣可以长到二十多三十厘米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吃的是啥 这个东西啊 既不像蜗牛 也不像阔鱼 又好像两者都像 哎 这个东西啊 它叫半阔鱼 很有意思的 你们注意看 它这个壳啊 是可以被肉包裹起来的 只要我们轻轻一动 哎 它感觉到危险了 它就拿它的外皮 把这个壳包起来 嗯 以后再抽一集 好好讲一下它吧 这是红龙蜈蚣啊 它还有点舍不得 嘴里还叼着一小块肉 嗯 看得恋恋不舍的样子 其实杉杉 这种半阔鱼啊 非常的多啊 它完全不缺食物 如果红龙蜈蚣啊 在没有吃东西的时候啊 它是完全不给碰的 无论身体的哪里 你轻轻碰一下都不行 它要么就跑掉 要么就甚至扭个头来威胁你 轻轻地摸一下 你看它又不高兴了 让我们再试一下 轻轻地碰一下 哎呀 你看非常的轻啊 它甩尾巴了 它是警告我们不要碰它 再碰它它发飙了 你看 轻轻碰一下都不行 就像那什么 害羞的小女孩一样啊 你要碰一下它 它就那种反应很前列的那种 那然后就来转圈圈 这就是蜈蚣版的 秦王绕柱 哎 你要绕多少圈 我陪你绕 好 等期就到这里了 我看你绕下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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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看你绕下来